那現在一點鐘我們就直接來進行這場新書發表會 那感謝台北國際書展提供這個主題廣場的空間 為了幫我們準備這場講座 這場講座是由巴奇文化主辦 題目是新疆被中共支配的70年新書發表會 那這一次呢 講座邀請到了兩位講者 其中一位呢就是這本書的作者熊昌潤教授 那熊昌潤教授呢是 熊昌潤教授呢是 他今天呢特別從日本遠到來台 我們先掌聲先歡迎熊昌潤教授 那另外一位呢今天語談者是矢帆名副先生 矢帆名副先生大家一定不陌生 因為都在爭論節目看得到他的身影 那今天呢他一樣會用他幽默 以及爭編的爭編入理的這個言論呢 為大家來分享他對於聽了熊昌潤教授的 講座內容之後所做的回應 一樣掌聲歡迎矢帆先生 好那在講座開始之前呢 我先簡單的介紹一下這本書 就是我手上的這本信書 那這本信書呢可能現在大家對於新疆的議題呢 通常都是鎖定在人權問題方面 那不過呢在這本書裡面他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切入點就是 我們可能要從關於 新疆的這個人事 人事佈局的變化以及中共是如何的掌控新疆這個層面來做切入點來觀察 所以呢作者他在這本書裡面用的一個引導的角度是 比方說看少數民族幹部他們自己在這個政治圈裡面的沒落 以及派人幹部他們的崛起做一個對照來梳理中共統治新疆70年的一個發展的脈絡 那在今天的講座的一開始呢我們就先 呃待會呢我們會有五個題目來依序請那個熊昌教授來做回應 那我們現在就進行第一個題目喔 就是第一個題目是我先看一下資料第一個題目是關於 因為作者在這本書裡面有特別提到說現在一般是 普世在普世價值裡面包括說像美國比較著重在說新疆的問題他是屬於一個種族滅絕 但是作者的觀察跟研究裡面呢他認為可能要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定義新疆遇到的這個問題 那也就是說作者熊昌教授呢是認為說 新疆他的問題到底是不是種族滅絕呢 可以可以對 那我們先請熊昌教授他是先自我介紹一下 啊大家好 訂閱 嗯 我今天用中文做回答 做回答 不好意思大家如果 如果 聽不懂的話不好意思 我是日本法藥大學的副教授熊昌潤 我是在那個法藥大學的化學部工作的 当然法学部里面也有国际政治学的学科 我的专业是中国大陆的政治和国际关系 然后我的博士论文 我之前毕业东京大学的时候 写了博士论文的话 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 前苏联和中国的民族建制的比较研究 尤其是前苏联 苏联在中亚现在的哈萨克 乌兹别克那边怎么统治 然后怎么培养当地民族干部 然后还有另一方面 中国在新疆怎么培养小数民族干部 怎么统治新疆维尔自己去 我比较这两个 苏联的哈萨克、乌兹别克那边 还有中国的新疆这边 然后您的题目是那个统治灭绝的这个话 对,新疆的问题是统治灭绝的 对,这个统治灭绝 现在欧美或许全世界民族国家都大概同意这个统治灭绝 中国在新疆做的是统治灭绝这个看法 尤其是那个女生的那个不用手术 不用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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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个结杂手术 结杂手术 这个符合国际终治灭绝的公约第二条 所以在欧美大家已经同意这个看法了 然后还有一个看法就是那个文化的统治灭绝 就是我在这篇书里面也有写的那个文化的统治灭绝 文化的统治灭绝 对,文化的统治灭绝 通过在新疆进行的那个汉语教育 还有那个习近平政权三代之后的那个 俱老中华民族共同第一次这个建制 还有那个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宗教建制 这一些那个通华建制 通华建制 有点可以说那个文化的统治灭绝 那,然后呢,我是一个政治学者 所以我想提一个问题 20世纪发明的这个看法 能不能表达中共在新疆的高雅同志 就我的意思是 这个统治灭绝这个20世纪发明的这个看法呢 能不能改刮新疆问题的全貌 例如,有一个很大的联权问题 就是那个绝对恋情 绝对恋情这个建制 那个汉人的公务员 访问那个小学民族的家庭的 然后公务员当那个小学民族的亲戚 这个绝对恋情 这个也是那个一个很严重的联权问题 但是那个20世纪发明的那个 统治灭绝这个定义呢 是从那个希特勒 希特勒在1930年代40年代 那次中国进行的那个破坏 破坏那个犹太人的这个统治灭绝 这个是那个统治灭绝的定义 所以那中共在新疆做的是 是到底跟那个德国破坏犹太人的那个方式一样吗 中共在那个新疆要让维吾尔人融入中华民族 或是那个中国私会 然后希特勒的话破坏犹太人 我们没有听过德国的那个拿策伊德国 他们要让犹太人融入于尔曼私会 所以那个这个破坏的那个方式 有点像不一样跟本上的不一样不同 那就是那个我的那个比较概念上的厘经 对于受害者而言 还是两个都是很痛苦的 我想说那个中国的做法 不太像那个传统的种植灭绝 中国的做法是那个 我的看法的话那个 中国的做法是那个2.0版本的种植灭绝 相比那个希特勒的说法 相比那个拿策伊德国的说法 甚至有进化的感觉 那中国的那个这些那个通华阵字呢 是那个应该可以说那个 只有中国特色的种植灭绝 就是我的回答 谢谢你 谢谢 谢谢熊松教授 那刚刚其实江松有提到说 因为现在 基本简单再帮大家再总结一下 就是因为老师觉得说 现在的种植灭绝的问题 能不能用20世纪初当时的那种标准来看待 那新疆的问题 是不是其实是一个进化版的种植灭绝 那他举了一些例子 那其中呢也提到了 像刚刚可能老师有提到一个词 可能大家比较陌生 是一个结队认清的制度 那结队认清在中国呢 他其实就是一个帮扶的对口的政策 那就是说 当时他是让汉人的干部呢 进入那个维吾尔族的 维吾尔人的家庭里面去 就好像有点帮他们牵线认清器这样子 那其实一部分 其实有点像是在监控这些维吾尔人 他们的作息 所以像这些都一步一步的 在侵蚀他们的日常跟他们的文化这样 那老师的观察的结果 就是认为说 其实应该用另外一个文化种子灭绝的角度来看待 因为他毕竟 就是包括了说像以往的那种种子灭绝 可能是关于生命的屠杀 可是其实在新疆的问题来说呢 可能西方都是以那种 比方说像禁止 因为疫苗政策 所以他可能会要求说威吾尔人的妇女们 去做好那些结育的手术等等的 用这种标准来看待 可是实际上呢 中国他们在其他地方也同样的对汉人 就中共对汉人也是用同样的标准 但是对汉人却不会 但是西方却不会对汉人说 因为他们要求妇女做结育手术 就把它当作是一种种族屠杀 可是那如果是用这样子的标准来看待新疆 好像这样子的说法并不是特别正确的 所以老师的另外一种诠释观点是说 用文化的种子灭绝来去形容这样子 那刚刚老师的回应呢 其实蛮清楚 但是可能在 如果待会有一些关于老师的回应里面 比较还想再继续深入了解的 可以在我们会后的15分钟做举手发问 那今天也特别有趣是因为 刚好台上两位讲者都是日本人 可是我们今天是全程中文 所以我还是再请大家 再特别感谢两位老师 因为今天真的机会非常难得 两位都是用中文来全程发表 那针对刚刚第一个题目 新疆是否是种族灭绝 我们现在就是请石帆先生 再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应 谢谢 你好 我那个我其实我有点和这个熊昌老师的想法比较接近 我在就是说在外国记者里面 我算是比较早报导这个新疆的维吾尔问题 我从2019年的75发生 以前我也去过 但是2009年的75发生之后 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去新疆采访 大概连续7年吧 到2016年左右 2016年底我回到日本 那7年采访的话 我确实发现很大的变化 那么我也写了很多关于人间这个新疆的这个 中共的高压统事和这个少数民族 伊斯兰要被歧视的报导 但是说我从来没有用过种族灭绝这个词 我认为就是最近这几年就是说 当我们报导新疆发生非常非常 惨绝人寰的各种各样镇压的时候 其实当时西方社会只有一些人权团体呼应我们 但是真正把新疆问题做大的时候 是大概应该按我的印象是 川普政权的后期就是彭斯总统 他做一个演讲提到新疆问题 然后欧洲铺天盖地的再谈到新疆问题 当然说新疆的维吾尔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说我认为就是说 最近对新疆问题的 因为问题我们很早就提示出来 而且比我更早的很多的前辈也提示出来 但当时那个时候在国际社会 根本不受重视 那个时候相对的是西藏问题比较受重视 因为大概两个到处去采访 那么现在新疆问题之所以被炒作 其实是和政治上的中美对立 以及新的这个国际社会的新的冷战是有关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 把很多的新疆的问题就是说 用很夸张的语言来表现新疆问题 就是这是种族灭绝 就想到了当年这个 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等等的 然后就是说这样 当然这样的语言是比较容易让人理解的 但是说我觉得并不是很正确的 所以说我在报道中 后来最近这一段时间 我其实有两篇比较大的稿子 在日本的一些比较保守的杂志 没有被刊登啊 因为我没有用种族灼结 而且我写了一些比较 就是说从自己的角度看新疆问题 我认为新疆问题呢 它并不是一个在肉体上抹杀 这个消灭的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故事 而是说呢 是在政治上文化上社会上宗教上 甚至是就是说 剥夺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的 剥夺他们申请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歧视和压迫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中国人权问题 非常严重的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的话 大量的年轻人被抓起来 被投入监狱 在香港他们原有的这些 比如说广东话也不能用了 而且强迫香港人做很多事情 这些事情的话 因为香港人和中国人同属一个汉族嘛 那么中国的统治香港的手段 和统治新疆的手段 在某些地方是比较类似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新疆问题 用个种族灭绝的话 那么我们香港怎么办 香港他们是汉人对汉人的欺负 所以说我觉得更应该把这个问题 归功就是总结到一个是 这个怎么说呢 我觉得一个是共产党 一党独裁政权的问题 第二呢就是说 中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中华文化中华思想 就是在中国的文化之中 他有一个我的汉族文化 是高高在上的这么一种想法 这个在日本叫中华思想 就是以汉族的文化 儒教文化作为这个金字塔的顶峰 剩下所有的文化都低我们一等 那么我们就是说 你如果好好学我们的汉族文化 那OK 那我可以就是说 融入让你进来 甚至也给你一定的机会 有的时候少数民族 因为他被驯服 他因为他努力学习 这个汉族文化 所以他可以被当作花瓶的话 他可以拿到更好的机会 但是大量的少数民族 是没有机会的 而且如果说你拒绝被同化的话 你将受到残酷的镇压 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 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的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 过去共产党就是 是几重的 歧视少数民族 歧视少数民族文化 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 这个从唐朝汉朝 这个一直传下来的 都都是一个传统的东西 另外呢 共产党进来以后呢 共产党上来以后 他是无神论者 所以他对伊斯兰文化 伊斯兰教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镇压和打击 然后呢 到了最近 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之后呢 中国的 怎么说呢 全国蔓延至拜金文化 在这种商业文化的下面的话 这些少数民族 往往是因为他们的语言不同 他们的就是说 人脉比较减少 他们没有这个 跟国际社会接触的渠道 所以他们在 跟汉族竞争之中呢 他们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所以说呢 又在经济上 又进行了他们的 另一层的剥夺和这个压榨 所以说是从 不管从文化上 从政治上 而且和现在从经济上 都发生这种现象 所以说我觉得 而且呢 它并不仅仅是 这个新疆维吾尔人的问题 这个包括藏人问题 包括蒙古人问题 甚至包括很多地方 就是说 有的是少数民族 有的就是汉族 但是他们同时 同样也受到这种压榨 所以我觉得 这个我今后可能也在新疆问题 我也不会用种族灭绝这个词来形容 但是我认为 这是一个和种族灭绝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谢谢 那我们谢谢石板老师 那接下来 其实就在延续 刚刚石板先生他讲的 就是 就是新疆的种族 新疆的种族的处理的问题 他不见得 应该要用种族灭绝来去看待它 那其实新疆问题 他现在在中共的 的治理之下 其实他对于 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的处理 他其实一直都是用维稳的态度 那所以这才导致了说 后续一连串的事情发生 那可是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呢 他其实为了要维稳 所以对于新疆人 所提出的那些 可能是小型规模的抗议 或者是大型的这些 动乱之类的 那他们后来呢 就变成在90年代 慢慢的 以所谓的恐怖主义 来去形容它 那在这个恐怖主义 这四个字呢 其实是非常严厉的指控 因为很大的一部分是 其实是偏向了 关于他们的宗教的这种控制 那在90年代 中共开始以恐怖主义的角度 来看待新疆的动乱的时候呢 我们想要先 我们在这个问题 我们想要问一下熊昌教授 就是 关于新疆被 跟恐怖主义 画上等号 他的中共治理的这种 这个脉络 是应该怎么去梳理它 好 恐怖主义 这个问题 也是很重要的 恐怖主义 这一次 在1990年代 开始使用的 1980年代 有很多 抗议行动 然后抗议活动中 找到镇压的抗议制 在1990年代 开始发动无加别攻击 这个无加别攻击 被视为恐怖事件 江泽民1998年7月 考驾行将的时候 也使用这个 恐怖主义这个字 然后 911事件发现后 美国 以美国为说的 西方国家转向航空的时候 中国也跟 那时候中国跟美国 相对来讲 关系比较好 所以 中国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 发表一篇 一篇地位 《东徒公布势力难够自责》 这个文章 然后 这个文章 将 1990年 巴林乡事件以来的 200多次暴力事件 都开刮为公布事件 但是 这个文章 没有说明 为什么 1990年 突然发现 这个 突然出现这个 恐怖分子 造成的那个 恐怖事件 这个文章 也没有提及 1980年代发现的 很多抗议 更没有提及 对抗议 进行单方面 建签压的事实 也没有提及 那个 后来 那个 由政府对话的 希望破灭的人 他们 被 迫使 投入 那个 自下室的抵抗 他们 成了 那个 政府 所说的 恐怖分子 这个背景 所以 站在那个 中共 绝对 坚决的 角度 关于 制造 恐怖分子的 结果性的 因素 不允许 讨论 这个文章 都没有提及 这些 北京 好 那 谢谢 熊昌教授 那么请 施藩先生 做回应 关于 恐怖 新疆有没有恐怖 袭击 恐怖的是不是 恐怖分子 我确实 我可以肯定 都有很多 很多恐怖分子 在我们的 一般的定义上 我去 新疆采访的时候 在 2010年 还是11年的时候 我去过两个 就是恐怖 袭击刚刚发生 在24小时之内 我就赶到现场的 有一个叫 在乌鲁木齐南市 的一个早市里面 当时就是说 几个恐怖分子 开着一辆车 在车上不停地 扔炸弹 在射击 然后炸死了很多人 那个早市 基本上 是 维吾尔人的早市 所以说 在 受到恐怖袭击的 人都是 基本上都是维吾尔人 好像 有一两个 汉人受伤 那么所以 从这种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说 你维吾尔人去 袭击维吾尔人的话 这个 按照我们 一般的 分析的话 就是说 如果他 袭击汉人嘛 是一直被压迫 这个 官逼民反的逻辑 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说 有很多恐怖袭击士 维吾尔人 袭击维吾尔人 这点的话 就是说 我觉得用恐怖分子定义 是一个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 它的环境造成是什么 我觉得 就是长期以来 被中共压抑剥削 镇压的环境之下 维吾尔的年轻人 他们对将来是没有机会 非常绝望的 那么所以他们 去在寻找一些 宗教上的救赎 那么宗教上救赎 这种 越偏激的思想 那么对他们来说 吸引力越大 这是造成这么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环境啊 另外一个大的环境 我觉得是 特别是2000年以后的恐怖袭击 一个呢 是90年代初的 苏联的解体嘛 苏联解体他们旁边那几个国家 什么哈萨克斯坦啊 什么的那几个国家 纷纷独立 所以说他们觉得 我们新疆是东土耳其斯坦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独立 是对他们有一个独立的 一个独立建国的一个幻想 第二呢 我觉得和美国的911的恐怖袭击 是怎么说呢 也有关系 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嘛 就是说参加圣战嘛 就对圣战的思想 通过这个阿富汗 传到了新疆 维吾尔人地区之后呢 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中共采取非常高压的政治 特别是这个政策 特别是现在 就是把年轻人 你不管你是不是恐怖分子 就只要你哪怕留胡子 你还有一点的这个宗教上的 你不吃猪肉 的话你都可以做 这个宗教过激行为 就可以以这个为理由 把你关入集中营 这样的话呢 就造成了大家的 越来越强烈的对抗心理嘛 所以说我觉得 在这种逻辑之下呢 新疆的 现在呢 因为是用 中共用非常非常高压的手段 在控制住了 等于说 用株连制啊 用汉人 强制住在维吾尔人家里面 的状况之下 现在是好像控制住了 但是说 这种控制住是需要 巨大的社会成本的 这个巨大的经费和人力的 所以说一旦 什么时候这个松开的话 我想它的反作用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现在 中国的新疆是一个非常 就是定时炸弹 而且呢 它在不不停的在继续的继续能量 所以说这个呢 如果它一旦爆发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幸的事情 谢谢 好 那谢谢矢板先生 那在刚刚提 三个题目就提到了说 关于恐怖主义四个字 它其实现在就是 在中共政策下面对于新疆问题的一个 基本的总结 跟一个处理的目标 那其实它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 镇压跟维吾尔人嘛 那这个部分可以看成 看成是汉人 他们对于维吾尔人的一种处理的态度 那不晓得 我想接下来要问的问题 是第三个问题就是 熊昌教授就是 关于说 新疆的维吾尔人 跟当地的汉人 他们之间的关系 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变化发展吗 好好好 在这篇书里面也有写的 就像这篇书的序言那边写的那样 那个1944年 东突厥斯坦公共国国签立的时候 在现在的那个新疆的那个移民 威尔游的话 Guruja Guruja那边有签立那个 东突厥斯坦公共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 当地民众 怎么联合起来呢 他们 对抗中国 对抗汉人 这个目标 联合起来的 所以 从这里也可以看 当地司会 对汉人 有很大的反感 然后 就像这篇书第一章写的那样 1949年 王健来了 那个解放军的那个 王健来了 然后 有一些人 当地民族 抵抗 人民解放军 但是在 残酷的坚压下 大多数 出负了 还是出负了 但 后来呢 他从 当地民众的角度来看 对 国民党 对中国国民党 相比 中国共产党 和 苏联共产党 同样是共产党 新疆的当地民族 对苏联 有 比较 清洁的感觉 所以 当地的维吾尔人 对中共 也保有一定程度的好感 就是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 1949年左右的 那个 维吾尔人 跟汉人的 关系 的 背景 然而呢 1950年代 汉人移民 数量越来越多 然后 汉人移民 和 当地民族的 摩扎也增加了 然后 然后 新疆 宣传建设 兵团 也成立了 1954年 成立了 然后 他们拖走 拖走 那个 宝贵的 序资源的话 那 跟 当地民众的摩扎也 越来越增加 之外 改革开放以来 贫富 差距也 扩大 新疆有 需要 资源 很丰富的 但 进行开放的 都是汉人 加强 汉人 对经济的工资 然后 就像 第五章 写的那样 新疆 当地的名字 具有被 被动的位置 当地民族 只是开发不了 这个 需要资源 但 反而 被要求 感谢 共产党 所以 就是一个 当地民族 来讲 一个 很痛苦的 状况 好 那 刚刚 雄商教授 他有提到 就是关于 维吾尔人 跟汉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有一部分 是 是 噪音于 就是他们的资源 资源差异 以及经济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 也就导致了 其实从 刚刚老师有提到说 从那个 50年代之后 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 就是日趋紧张 那再加上 在中共的政治管理层面呢 他其实一直都是 以汉人为尊嘛 所以这些问题 就导致了 即便是现在 维吾尔人跟汉人 他们之间的关系 其实也是有点像 像 就是 剑拔弩张的那种 紧张的情势 那这个部分 我们也同样再问一下 那个石板先生 就是关于 你怎么看待 汉人跟维吾尔人 在当地的互动的状况 怎么说呢 我觉得到 这个新疆 新疆各地去 南疆 当然为人 为族比较多 比如说去鲁鲁木齐 它是汉族 一个混居的地方 那么我们看到 就是说 首先你去看到那里去 不管什么时候 连续七年去 每年什么时候去 都是到处都是建设工地 就是一片非常热闹的 就经济很活 很活络的感觉了 我们知道 中共这个中央政府 是投了很多钱 这少数民族 如果出现问题 他觉得我们要投钱 所以新疆 投资的很多 建设的很多很多的建设 建设 但是说呢 你看到 比如说我 我注意一个细节 我在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当时是中国这个新疆的区委书记 叫王乐泉 他是山东人 当然是汉族了 就是新疆的新疆 被称为新疆王的人 他是 我们看到 我看到 当地的 跑了很多的汽车的 他的牌照 是鲁字牌的 就是山东的 大家知道 山东一个在中国的最东边 新疆是中国的最西边 他要开车过来好几千公里 一般的是很少很难见到的 但是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山东的汽车来呢 是因为 他们发包了很多建设公司 山东的建设公司来建设 也就是造福家乡嘛 那换句话说 新疆人就没有拿到好处嘛 那么另外一个呢 新疆当时就已经有恐怖袭击了 所以说呢 到哪里都会去 当地的汽车的话 三步一港五步一哨 不管到哪里都会被查得很干净 有防止那个 装炸弹的检测啊 后备箱要打开啊 警察有的时候 还要进到车里去看一看 但是说 山东的汽车就不用查 因为山东的汽车是 区委书记 他们直系的嘛 所以是贵族车辆 所以这个是很明显就是说 他们是这种统治的方式嘛 那么后来王乐泉下台以后呢 新疆书记 换成一个叫张春贤 张春贤是河南人 所以说 我再去新疆就发现 鲁字的牌照不见了 全是玉字的牌照 就变成河南的车了 就是很明显 但是我觉得这是汉族这种统治的方式了 另外一个我们在新疆 比如我看到 在乌鲁木齐看到 有补习班 那补习班也修得很漂亮 一看什么考 什么北大清华 他们都有写的 但是你看补习班旁边的停车场 停的都是豪车 什么奔驰啊 宝马之类的 但是说你看走下来的小孩 全是汉族人 但是说你如果到那个大巴扎 就是维族人集中的地方去 那里边你会看到 有小男生给你擦皮鞋 大概十一二岁 十二三岁的小男生 就是擦皮鞋 擦一个五块钱 十块钱 这样的 问题是 是平常 比如说周三的下午 周五的上午 就这些 这些孩子应该去上学的时候 他们在擦皮鞋 然后女孩子在卖鲜花 然后这这都是维族嘛 当然维族更多的是小偷很多嘛 这小孩子去偷东西 去偷钱包 就是说 所以说维族的小孩 就是在这种状况下 那么现在中国呢 照顾少数民族的 优惠政策有高考的加分 如果你是少数民族 你考大学的话 我可以给你往上 加五分到二十分 这各地政策不一样嘛 那刚才我想 你天天给人擦皮鞋的小孩 你给他加两百分也没有用嘛 他根本没有读书嘛 所以说 但是这个好 少数民族加分加到哪里去了呢 我当时听说的也采访过 就是他们是把汉族人把民族改了 中国人非常聪明 就是说他们会有一种叫那个黑白旗现象啊 就是我和我太太都是汉族 我们往上倒 往上到我的族父母也都是汉族 再往上找 往上找 找到七八代的时候 总有一个不知道民族的 因为户籍就没有了嘛 然后就把他写成维吾尔族 然后就用黑白旗的把我们 父母有一个是少数民族就可以选择嘛 然后我们家代代代代 一直到父母到我 到我小孩 全变成维吾尔族 然后我的小孩明明是汉族 然后他因为他是维吾尔族 所以他高考是可以享受那个 加五分加二十分的待遇 然后呢但是考上大学之后 就在因为有对一般竞争的话 加五分加二十分是很大的了 这个 考上大学之后呢 少数民族这回找工作就很难找了 所以在大学期间中 再把这所有民族全换回来 再回到汉族 然后作为汉族人来毕业 就是当时有很多人这么做 这么做的话 当然维吾尔人知道嘛 你占我们的便宜嘛 所以对民族的这种仇恨 这种对立 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谢谢 那接下来呢 我们 现在时间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两个问题 那我想说 先把 我想先把最后一个问题 先拉到前面来提 就是因为石板先生跟熊昌教授 他们两位都是日本人嘛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两位分别从日本学界 以及日本政界 或者说日本社会 关于新疆的问题呢 他们是怎么样看待 那我想说先请熊昌教授来回应 说日本学界研究新疆的人多吗 好 日本学界的话 新疆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研究 和维吾尔文化 宗教文化上 例如卡什卡尔的 卡什的那个 什么 那个 宗教集团的研究 历史上的 现在 已经不存在了 那个 宗教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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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 喝酒 喝酒 喝茶 对 喝茶 汉语说喝茶 然后 麻茶 麻茶 我不知道 喝茶 麻茶 中文怎么说 刚刚提到 蘇菲教团 然后合作跟麻茶 那个 麻茶是那个 灵墓 对 灵墓 这种那个 宗教文化上的题目 比较多 嗯 然后 这本书的第六章 也有介绍 那个 已经 嗯 怎么说 嗯 那个 新疆大学的 教授 有 韩语的话 瑞伊拉 唐地 瑞伊拉 他那个 他那个 他跟 日本学子 一起写的 英文 主照 麻茶尔 也是 在 从那个 东京 外国游大学 出版 嗯 所以 日本的学学 跟 新疆的学学 之前有很密切的 合作关系 所以 基本的学术研究 还是 比较倾向于是在研究文化 跟历史这一块的 是是是 而且到 2016年左右 嗯 现在已经 没办法了 哦 好 因为刚刚老师讲到说 现在已经没办法了 其实在 这本书里面 还有后续的 大家如果翻书的话 会知道说 为什么老师刚刚会讲到说 现在没办法了 这句话 那 接下来我想说 现在轮着问到 那个石板先生 就是关于 日本政界 或者说一般社会的话 他们是怎么看待 新疆议题 或者说 对于这个话题 会感到有热情去想去再多了解吗 怎么说呢 我觉得最近新疆 当然说有一些传统的研究 中国 比如说中国什么 丝绸之路的 历史的一些历史学家 然后呢 还有一些研究伊斯兰教的 研究伊斯兰教的 就是说 研究 扩展到新疆 但是更多的涉猎新疆的 还是就是说 研究中国政治的 研究中国政治的延长 去研究新疆 这一点呢 我觉得 等于说现在在日本的媒体上 提到新疆问题 大部分是从政治角度 还是中共内政 对 但这一点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有一点隔靴搔痒的感觉 就是我们还是从 汉族主体嘛 对 就是很少站在新疆内部 从他们的 从新疆人的角度来看社会 从新疆人的角度来看中国 这一点呢我觉得是 是比较薄弱的 当然这个并不是日本 只是日本的问题 全世界研究新疆 都有同样的问题 是 好 那刚刚 接续刚刚施板先生提到 就是因为现在 在无论是 比方说全球的问题都是从 外部的视角在看 以中共的内政的处理 在看新疆问题 那在熊昌老师这一本的 这个新疆书中呢 他其实提到了非常多的 关于维吾尔人 这些当地的少数民主的精英们 他们是如何的为这个新疆问题 做出牺牲奉献 那当然这个一部分也回应到了就是 中共在政治方面的这种高压的掌控 那老师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熊昌老师就是 为什么会想出版这一本 新疆被中共统治的70年 就是目的跟写作初衷 可以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吗 在台湾出版的 对对对 为什么我在台湾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呢 首先我想说 我不是今天第一次来台湾的 之前从2016年到2018年 我在政大国立政治大学 东亚研究所做科技研究 那时候我做的研究就是 那个中共统治下的 新疆一代的历史研究 或者政治研究 还有那个中国和中亚 全苏联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 所以我研究这个 这一块 然后我在台湾有很多机会 可以常常发表论文或是演讲 那后来呢 2021年在日本写这本书 但基础的研究 都是我在台湾的期间差不多做的 所以2022年去年6月 我出版这本书之后 我一直希望能在台湾出版这本书 我想向台湾同学 报告自己今天来的研究全国 那刚刚熊涵老师有提到说 这本书其实日文版是在2022年6月出版 那在刚好 因为我们这本中文版是在 就是现在刚上市嘛 那上市前刚好 其实有得到了日本的学界的肯定 所以这个一部分也是在肯定说 熊涵老师他自己在 前几年 在16到18年 留在台湾政治大学做科 做研究的时候 他的一个研究的心得的整理之外 同时也得到日本学界的这个学术上面的肯定 那他当然也希望说 能够让这个题目呢 在台湾继续被读者去了解 那一部分 我觉得可能也 其实之前我们跟老师有碰过面 老师也提到说 在台湾这些吸收各种多元的声音的价值 是非常可贵的 那巴奇华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本书 让读者们 再去 针对中共在处理新疆的问题的时候 以及新疆人 他们是怎么看待自己的 少数民族的问题的存续的时候呢 能够有另外一种的视角跟切入的角度来观察 那接下来再请那个师范先生做回应 我会稍微补充一下 这个熊燦老师这本书 得了2022年度的日本叫尖山春山奖 这个是奖励对亚洲研究的 有贡献的一个很重要的奖 我是2012年的时候得的这个奖 对 两位也是有缘缘 对对对 我觉得是台湾 其实台湾研究新疆是 怎么说呢 书籍还很少了 但是说真的台湾 就是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一个独裁政权 他总想统治台湾 那么新疆现在的被统治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想这个呢 对台湾人来说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买来读一读 谢谢 好 那谢谢石板先生的回应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时间呢 刚好还剩下15分钟 现在以下时间我们就开放现场的读者提问 那看的是有哪一些 比方说刚刚对于两位讲者 他们的问题想再深入发问 或者说有其他这个关于新疆议题的问题 想要再做更深入的 想要了解的话呢 可以再针对两位讲者做出提问 有没有人想绝一首发问 那麦克风 这边这边先 一婷 你好 我有一个两个问题想请教熊昌老师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 这个新疆的人事其实有一些变化 包括马兴瑞接任了新疆的书记 那么现在似乎从反恐的政策 还是有一些转变了 那么现在也去强调说 要助劳中华民族的这个共同的意志 您怎么看 接下来二十大之后 中共对于新疆统治的一个政策的转变 那么您另外一个问题是 您觉得现在国际社会 对于新疆问题的关注度 是不是有一些下降 就是特别是在俄乌战争 然后台海局势的变化之后 对于这种新疆的内部问题 是不是关注度下降了 谢谢 谢谢您提问 对于第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马兴瑞 马兴瑞是现在的新疆维尔自己 就是单位书记 他那个去年一月以来 前年12月以来 已经一年多 通知新疆的 然后马兴瑞上台之后 我发现一个去年三月份开的一个新疆的一个会议中 他有说他继续做这个反恐建制 实际上 他越慢慢转变这个反恐建制 但他还是 他那个在建制的 新疆建制的逻辑上 他不能说 他以后不做反恐建制 他还是继续做反恐建制 所以我也不太 不太 不太 怎么说 不太期待 不太由此 以后 今年 In the near future 会有 那个很好的 百分之 一百 一百八十度的 很好的改变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也赞同你的观点 还是将近 那个 开始后 新疆问题在国际社会上 关注度越来越下降 然后 日本也有这样的情况吧 但还有一个是 那个 新疆 新疆的问题 不会 结束那么快 不会那么结束 所以 还是 以后 我们需要 关注这个问题 就是 我 基本 回答 不好意思 谢谢 这个问题 我想 也想 问一下 石板先生 就是 关于西方世界 或者说外国 他们对于新疆议题的 关注度下降 这一点 你觉得是不是 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中共 他们 比方说像中共外交部 他们的态度强硬之类的 这种已经找到了 如何 如何回应西方世界的一种 对他们来说最有利的方式 我觉得 中国现在外交是在于墙头草的一直摇摆不动的状态 就是说 毕竟 几年前 习近平的完全面的和这个自由民主阵营抗争的这种这一波战狼外交的攻势最近是有一点点回收的感觉了 当然说有人说是现在只是战狼披上羊皮了嘛 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 毕竟上 比如陈全国被制裁 然后呢 大家都认为陈全国可能会被重用嘛 但是说也没有这种状况 所以说 其实我觉得 怎么说呢 新疆的 现在 在避风头的状 状况之下呢 我觉得还是 就是中共稍微还做了一些政策的调整 特别是马兴瑞他等于说是能够发展经济是相对比他的强项嘛 所以说中国把他这个中共把他调过去也期待他能够在经济上能够做出一些样子嘛 所以我认为现在 包括新疆的这个维吾尔人的反抗人也因为 现在比如说有俄乌战争在打嘛 他们现在反抗也不会媒体注目嘛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进入一个僵持的阶段了 那今后往哪个方向走 特别是中国的政策缓和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觉得还需要有待观察 好 谢谢两位 那我们接下来开放下一个题目 我刚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他其实是 应该要先分析中共 就像石板明孔刚先生讲的 就比如说像我们老实说 绝对认清 那并不是近年来才在新疆发明这个东西 至少在共产党的实践上面的时候 蒋经国跟邓小平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 就有类似于这种的组织 变成所谓团小组 那其实这个在中共统治新疆 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时候 我派一组汉人去跟某个人 结对认清 那更进一步来讲说 所谓同吃同住同劳动 那这个都是在建国70年后 经常行之有年 那我觉得这其实可能不能够 只能够说这是一种监视 或者是说一种互相的倾听 互相的诉说 来互相的认识跟了解 我觉得这有一个比较复杂 但我觉得这边应该还是要再多强强 过去70年中共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 那现在又怎么会去处理新疆 It's consistent and not special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最后 那感谢刚刚这位读者的分享 那接下来还有其他读者想要提问 第一排带黑衣服粉红色口罩这位先生 你要问哪一位还是就 我其实想问 因为我本身是念历史或是跟中文的 然后对我来讲就是 从新疆问题上面我看到的东西 更多是从以前以来 原本就是中国一直有汉本位思想的一个问题存在 然后到近代的时候反而就是变成说 我们就是汉本位的文化 怎么突然比不过西方本位的文化的时候 有一种文化落差感 然后到我们要怎么去到中国要怎么去追上西方文化的 这一个的比如说 你要说是 我觉得有部分的是 就是可能算是 文化自卑也好 或者是想要一个分文化的分发图墙也好 要怎么从文化的角度上面去看新疆问题 我觉得 我想要听听看两位老师的意见 那我们先 熊少老师 好 我们先 因为关于中文 我们先让那个石板 稍微再用日文 转翻译一下这样子 这个 我 谢谢您的缘 我 对 我 不 那 不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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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互相見下してるところがある 風山、漢 お互相見下してるところがあって ムスリムから見ると ちょっと肝心はやっぱり違う人たちですね 肝心から見ても ムスリムは文化的に ちょっと低いようなイメージがありますね 私の言葉じゃないですけど お互相そういうところがあると思います 雄太先生は 他说 仅仅是汉文化在歧視 这个イスラン文化 ムスリム文化 其实ムスリム文化 也觉得汉族是一个 很低俗的一个文化 互相都有一个歧視的现象出现 所以说是很难调和 是因为 就是说 并不是单纯的汉族在歧視 在镇压 在イスラン文化里面 对汉文化也是有融歧視的概念 是双方的 冬甘他是在中国做过一个 回教的种族出席 他甚至也不是新疆人 逃到新疆 又在新疆做种族出席 後来逃到俄国 然后我发现汉人对为人的印象不好 很多都来是东甘 但东甘这个问题现在还是存在 那两位对东甘这个东西 你们觉得应该要怎么样考虑这个问题 现在在乌兹别区那边也有东甘族这个民族概念 那他们为什么跑到乌兹别区呢 是那个1960年代的西北一带的复民 复民复民复民的时候 冬甘他们被清朝的军队去现在的中亚 他们迫使跑去俄罗斯帝国的南边的前苏联中亚国家 所以东干的历史问题我非常有兴趣 可是现在的汉人和威尔人中间的民族关系中 东干的问题只是一个历史背景而已 汉人把它算在现在的为人的帐上面了 就是说汉人把他这个种族图东干做的这些坏事都算下去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汉人对他们对为人的印象很恶劣 就觉得他们都是会种族群杀的人 我个人并没有 因为汉人对这些历史基本上都不是很了解的 汉人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印象不好 就是说小偷特别多 然后卖切糕 然后去骗人打架 然后就是不守规矩 然后就是说 因为我在北京 在天津都有很多的 维吾尔人的居住的地区 跟汉人的关系都非常不好 但是说呢 如果说这个对历史东干人 有历史知识的汉人基本没有 但是没有但是对少数民族歧视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员 共产党的官员 比如说新疆和西藏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中国比如看到我们过去看到张庆离 从新疆调到西藏 或者陈全国从西藏调到新疆 基本上他们用的少数民族干部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他们根本没有考虑你们特殊情况 就是少数民族我就要压下去 你在这里干的不错 下次你再去干的 基本上我认为中共的统治的逻辑 也没有考给这些历史的要素 但有一点点的 但是并不是很重要 谢谢 好 那在这本书 在熊唐老师这本书里面 其实我们有邀请到了 就是包括了冰野聪教授跟杨海英教授 以及世建远先生 他们三位分别从历史跟国防的角度 来切入这本书 为这本书写了三篇非常精彩的推荐序 那其实他们三位呢 都不约而同提到了 就是关于新疆问题 除了说从宗教伊斯兰的这个背景脉络 必须要去了解 汉人文化对于伊斯兰的感受到的陌生 以及害怕 然后在就是政治的控管之外呢 同时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到说 之后呢台湾 包括现在已经面临这个问题 同样问题的就是香港的问题 那台湾之后可能也会遇到 同等的这种新疆人 新疆维吾尔人他们所面临的遭遇 那希望大家能够透过熊昌老师这本书呢 从里面去找到一个去思考的一个新的方向 在因为今天我们的讲座时间差不多要结束 最后我们请两位再简短的再 再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就是总结一下今天的那个讲座的心得 今天谢谢大家 我非常高兴在这里能够做对档 然后我今天最后想强调一下 这本书呢在日本 中工新书不是中工 是那个中工 中工新书那边吃饭的 然后在日本已经卖了一万多千 一万两千多 我想吗 三千多吗 我不知道 我不晓得 已经卖了 我很荣幸的是 这本书算是 在日本第一本书离七十年来的 这个中共在新疆的政治历史 第一本的同时 所以我希望台湾的肚子 以后我跟台湾的肚子有好好交流 谢谢谢谢 是因为熊昌老师他之前就是在台湾的 他其实跟台湾很有缘嘛 就之前在政大这边做课做研究 那同时这本书他自己也特别强调说 希望台湾人能够透过这本书得到更多的 这些关于政治面或者说自己民族面的这个认同的观察 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在最后再请那个石板先生做简短的总结 好我在台湾 我认为台湾社会对于自由民主的价值是非常尊重的 而且有很多人大家都愿意捍卫自由和民主的价值 但是在人权的问题上 我觉得稍微的可能比起稍微差的一点点 就比如说现在新疆的人权问题这么严重 但是在台湾呢 我们看到写新疆的书 就是说这本书是应该是我能找到第二本吗 第一本是董一文老师的博士论文 那么就是对新疆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台湾社会应该更关心 因为全世界关心台湾也是关心台湾的人权 因为他就是大家把这些普世价值一起来关心的话 我想台湾呢一定会和国际社会一起团结在一起 台湾应该才会更安全 好谢谢大家 好那掌声再感谢两位 就是熊昌教授跟石板先生今天特别精彩的对谈 好 这лем�人 就是学校的联系统 就是这个联系统 大本上就在这边 就是到这个联系统 给她到联系统 那么 com要联系统